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似乎离婚代表你的人生变得不太圆满 但是问题如果你一直不断地抱着 一直忍耐着一个不合脚的婚姻 难不成不断地守候跟坚持 这才叫做可以成就所谓的完整吗 我们今天现场请到了这两位来宾 他们的离婚的过程都有一个很痛苦 而且看起来还蛮洒勾血的一个过程 但是他们相信勇敢地走过之后 才能看到自己人生更美更新的风景 马上来介绍我们今天现场的来宾 第一位是我们艺人何如云 欢迎 嗨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是我们的部落客杰妈欢迎 嗨 大家好 我们的两性专家冰心欢迎 大家好 执商心理是柏惟欢迎 大家好 好 我想先问一下我们两位来宾 有个共通点都是走过了一段 你们应该是很不开心的婚姻 如果让你再重新选择 你觉得我还想再解一次的帮我取绿牌好不好 你说不要 No way 绝不举红牌 请举它 愿意再解一次 这是一半一半 对 所以这么痛苦没有人取No 我很惊讶没有人说不要 不要 但是要小孩 不要那个老公 但是要小孩 这个意思 不要这个婚姻 要小孩 要是个小孩 小孩是上帝给的礼物 所以这是表示说 对小孩很满意 你还好有这个小孩 对 那你是 小孩真的很可爱 你也是因为幸好结婚有小孩 然后呢 其实我认为 我结婚的时候 那时候其实我不是很清楚 我自己想要什么 对 那我就觉得既然大家走的路 我也是要跟大家走一样的路 所以我就是把我的 就是婚姻放在我的人生规划里 那因为我是出自一个很完整 很圆满很有爱的家庭 所以我就觉得家里面 要有小孩啊老公啊 这样的人生才是圆满 那不管怎么样 其实真的有过 很好很好的时光 我也很感谢他 真的 所以我觉得你刚刚举这个牌子 我觉得也蛮好 代表你没有后悔 你曾经发生的这一段过去 没有 再一次还是可能 因为那时候你很年轻 很有憧憬 有些观众朋友 我看到这个之前的新闻的时候 应该都很惊吓 因为觉得你 你们是2003年结婚的 对 当时觉得玉女明星 嫁给这个少东富二代 公主王子快快乐乐的 你后来 因为我们看到已经是在法庭间 你在这个出庭的时候 大家看到你的情绪是非常启动的 爆哭 觉得最痛苦最委屈的部分在哪里 其实我刚好跟冰姓聊过 我先生是双鱼座 他是一个很浪漫的 而且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那我其实那时候是想要好好的结束这个婚姻 我想要真的好聚好散 然后就是我们在之前就一直有决定要把小孩送到新加坡去读书 我跟他说如果我陪小孩子去新加坡读书 这个家也是散了 那不如我们在这时候就做一个停顺点 以后我们都好好的过日子 我愿意去小孩陪伴到他们长大 应该还要十年吧 我愿意 我说我要离婚 我不是赶着要去嫁人 我不是 我觉得如果 我不是陪他最好的那个人 我愿意放他走 我祝他幸福 真的 我那时候的初衷是这样子 可是我想人与人之间的想法不会一样 而且再加上周围的一些压力 所以其实到最后走的就不是我原来想象中那个圆满的样子 就是 对啊 当时他也觉得可以 他觉得可以 然后我就说那我可以陪孩子去读书吗 他说当然可以 你是孩子的妈妈 那后来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不知道 就是在协商的过程中 就有很多不开心的事情 其实你会 我觉得真正每个事情都有导火线 真的导火线它的忠诚度你觉得有问题 那你跟他谈过这个问题吗 这在你们婚姻中是一个引爆点吗 我觉得是我们长久以来沟通的管道一直都不是很好 然后 我们家是house上下楼 然后呢 就是其实我们在里面 几天不讲话不碰面 其实是做得到的 然后就是我先生长期就是常常出国 然后不在家 那一开始是 我常打电话给他 然后他都没有接电话 然后呢 等到第二天他回电话给我的时候 他就会跟我说 他昨天晚上喝醉了或者有什么事 那久了 我就想那就不要打了 那反正我自己也可以处理这些事 譬如说小孩生病啊 或者是什么事情 这样 可是在我的想法里面 我还是认为家里有什么事情 其实是应该要夫妻一起 当然 是 所以我碰到什么事情 我都会习惯性要打电话给他 那你想这么久以来 如果一直这个沟通的管道被切断 其实多久的时间 你觉得你有事情 家里是你想要跟他沟通都找不到人 我觉得从我小儿子 我怀孕的时候 差不多啊 十年 十年 我儿子已经十岁了 要找一个人没办法 找到他 就是他只要出国 然后甚至于他 去哪里我都不知道 我还要问秘书 那我朋友就常跟我开玩笑说 你们两个是不是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我真的有苦难言 可能有些官媒还记得 你们在十六年前当时结婚一年多 那当时他就是被媒体拍到 是 跟女生好像有在一起 当时你的反应是什么 你有跟他沟通这个事情 十六年前 我记得那是十一月的时候 然后呢 我记得那时候 这是后来我经经理人跟我讲的 他就说 就是那个 数字周刊的主编就打电话给他 然后就说我们拍到何如荫的老公 在外面交女朋友 然后呢 然后我经经理人说怎么可能 那时候我们才结婚一年吧 新婚燕儿 然后呢 他就说怎么可能 他说真的 他就传了照片给他看 他回来他也不敢跟我讲 他都没有提 完全没有提 后来等到礼拜三 已经要出刊了 他前一天他来跟我说 那个 我被周刊拍到 那 我说到底拍到什么 然后那天就是 我老公就说那我们先去日本 先躲一下这样子 不然整个媒体会疯狂追杀这样 然后那个 然后我就 他就带着我 我们就坐了华航最早的飞机 飞到日本去这样 我那时候完全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情 那时候你还不知道 然后呢 一直到 到了日本 然后就是 他们就是看到照 那个周刊处看 拍照给我看 我才知道 嗯 就崩溃了 我那一 我们在那边大概待了 超过一个礼拜吧 我瘦了六公斤 我史上最瘦就是那时候 四十六公斤 嗯 很大的打击 很大的打击 去日本通常都是度假很开心 然后这是逃难的 嗯 而且是逃一个你的灾难 嗯 嗯 那经历过这一段 那时候你怎么原谅他的 嗯 其实那一段 其实真的蛮痛苦 我因为那件事情 我被媒体关注了十年 真的是整整十年 然后呢 嗯 然后就是 我痛苦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 只要出去我走在路上 就会 有很多很好心的 不认识的人 就会过来跟我说 如云你要加油 何小姐你要加油 我知道他们是好意 可是对我来讲 都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嗯 然后后来我就 我就有创伤后症后群 我就是 我就会莫名其妙 就躲在床边哭啊 然后情绪一下很好 然后下一秒就流眼泪 那我那时候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是我先生发现的 他就问他的朋友 他朋友说 你要赶快带你老婆去看医生 我觉得他不太对劲 嗯 所以我后来那时候看了心理医生 看了一年 嗯 对 然后 我想我都这么痛苦 其实我先生更痛苦 嗯 因为他就是 就是那个人啊 嗯 嗯 那我那时候他跟我 他跟我说他永远不会再这样做 嗯 那我想 我们才结婚一年耶 嗯 我是可以努力的啊 嗯 那我看到那么痛苦 夫妻不是应该要一起走过来吗 嗯 嗯 所以就原谅他 嗯 那其实我们 那之后我就决定 我要生小孩 其实那时候他被拍到的时候 我再拍一个跟刘冲仁的戏 我只在乎你 所以之后 我就彻底 就是 不再工作 然后我就想 我应该要生小孩 哇 你发现老公有外遇 你的想法反而是 我要更全心全意的 嗯 甚至生孩子来巩固这个家庭 就是我觉得 嗯 我觉得讲巩固或是什么 我觉得应该一个 就你们的家更完整吧 圆满的家里 嗯 应该是要有孩子的 嗯 嗯 我想问一下冰心 你怎么看他当时 其实是很痛苦的 但是是为了 他反而是为了婚姻生孩子 甚至舍弃了他的工作 他们的婚姻很辛苦的地方 就是说 今天他说 他自己也说 他的老公是一个善良温柔的人 但是 加个多情 善良温柔多情的人 所以这种人 不太容易拒绝别人 所以像这种男人 是容易惹麻烦的人 所以你今天 像他刚刚讲 一开始 两个人就不好 就有状况了吗 因为他好像一直觉得 我好像是被判刑了 留校查看一样子 就在看他的眼神 可是久了以后 他也会累 你知道 我并不是说什么 是非对错 也不是说他老公对 而是说这个婚姻 开始就很辛苦 航门婚姻大不一 这个16年前的一个错误 撑到了现在 怎么走过来 我们先进广告 好 刚刚如荫说 其实16年前老公的时候 是跟你忏悔说 就是 就只有这一次下不为例 但是你后来发现 这被你发现了有几次呢 其实我 我老实讲 我自己没有发现 你没有发现 都是我周围的人 跑来跟我说的 然后不管是暗事还是民事 之类的 我自己是没有发现 这样子有几次 后来很多次吗 嗯 很多次 因为请你原谅他之后 然后后来又很多人跟你讲 你们还是持续了十几年的婚姻 甚至在法庭上的时候 你还是有承认说 你其实曾经非常爱他 那也是因为 我们刚刚聊到双鱼座很浪漫 他也曾经对你非常的好 是 我觉得不管现在怎么样 曾经发生的过的事情 不能抹杀 然后呢 也不能说 因为我们现在 就是站在不同的立场 对 我就去说 他就是否定这个人 其实他真的是一个很浪漫的人 然后 就是 像我是水瓶座 我很 你有理性 我很多事情都记不得 他会记得 我们第一次约会的日子 然后他什么时候跟我求婚 然后我们所有的纪念日他都记得 包括我们订婚纪念日 然后那个结婚纪念日 其实我都不记得 那我那时候常常回家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为什么有这个花 他就会 对 然后其实他是很浪漫的 他的浪漫不是建立在物质上 而且他是会去有一些很贴心的小举动 譬如说他知道我很喜欢吃海南鸡饭 然后呢 他就去他们花莲的饭店 他就问他的厨师说怎么做 然后他就叫我妹妹带我去逛街 叫我晚一点回家 然后等到我回家的时候 就看到那个海南鸡饭已经放在餐桌上 然后他做的啊 嗯 然后那个 然后那个 我们家不是House吗 对 从车库上来都是要走楼梯嘛 那个楼梯两边全部都是蜡烛 一路一直到客厅 楼梯房间 然后都是玫瑰花 因为我最喜欢的花就是玫瑰花 这不是感觉 求婚才有出现的场景吗 都已经婚后了 对 就是他很浪漫 很浪漫耶 然后还有啊 其实还蛮多 然后譬如说 就是我生日的时候 他会帮我开派对 然后请我的好朋友来 就是一起庆生这样 那我会有一个艺人的本性 我就觉得我是主人 我要把大家招呼得很好 所以我通常我在前菜前 我就喝醉了你知道吗 然后后来有一次我 我那个生日的时候 第二天我被我朋友骂死 他说你知道吗 你醉到你吐得你老公满头 你发在头上 他有生气吗 他说没有 他就笑笑地擦一擦这样 然后一直在关心你 对 我那天吐还吐到 我穿一双有钻的高跟鞋 然后也是吐得 那个鞋子都很脏这样 我第二天早上起来 发现那双鞋就站在玄关 干干净净 我就说 老公 我的鞋怎么变那么干净 他跟我说 你才知道 我擦这双鞋擦得天亮 哇 这个谁听了都会融化耶 对啊 真的太浪漫太好了 那我要问一下 我们是男性代表 我问你怎么看 这样对他好 我想解释因为这些种种的贴心 我会让他觉得很舍不得 对 这其实是温柔是一个爱 对 让他一直留在这个婚姻里面 你怎么看男生对一个女生怎么好 OK 其实我觉得可能某部分说 先生也搞不好也很享受 投入在说成为一个照顾别人的人 或是一个很浪漫的形象当中 所以他做这些事情 他好像可以 我觉得他自己好像也喜欢做这些事 那也当然让太太就觉得说 自己也很感动这个部分 对 但不过后来就是说 我觉得对男人而言 就是他从一个很会付出的人 怎么样变到 都变得比较冷漠 像你刚说好像会逃避一些问题 其实对我来说 我觉得那比较不像是一个转变 而像是一个开关 他本来有一个能力是说 他可以去照顾人 体贴人的能力 可是后来好像发生一些事情 像那个开关 他自己把那个开关给关起来了 对 那我自己的观察 是我觉得男人什么时候 会关掉那个开关 都是男人挫折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这是男人很大的问题 是说男人不太会沟通这件事 然后他就会觉得 他就把他的能力 有点渐渐就熟起来 对 所以我觉得先生 其实他蛮退缩的 他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好像他都不太愿意去沟通出来 然后最后他就 他会可能有很多的脑补 跟自己的想像 想说这个关系哪里 怎么了 怎么了 然后变得他也把他那个开关 就给关起来了 因为你觉得他关掉开关 因为他刚刚讲的意思是 他可以这么细心这么体贴 对 这么真的是要体贴入围 对 到后来你说可以 十年基本上找不到他这个人 这是同一个人 嗯 他这个开关转换 你就关键是在哪里 那我 我其实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嗯 对 那 男人在外面很多事情 我想其实是不能跟老婆说的 你是不是你觉得是他变了 就是变了 心变了 很多人事情发生之后 他们还说我早就觉得不对劲 包括我的发行师啦 或者是我周围的一些朋友 跟我很亲近的 譬如说像哥哥一样的朋友这样 他说我都不敢问你 我说你怎么发现不对劲 他说因为就算你们在这里碰面 你们几乎也都不说话 那个互动是很微妙的 嗯 然后就是像他们常常有一些 Couple的聚会 都是只有我一个人参加 然后就久了 当然人家会觉得很奇怪 嗯 对 然后 然后就是在这样的关系里面 我怎么会开心呢 就是 我觉得夫妻之间 就算不能什么话都说 也应该是最好的朋友 嗯 但是你们曾经是最好的朋友吗 没有 对嘛 是 所以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个关键点就是在 在这 因为他们刚刚讲是闪婚嘛 是 闪婚的时候就是因为他的浪漫 然后他的善良吸引了你 那事实上你们根本就不了解彼此 事实上如果说今天 我觉得是 没有错 今天如果说你真的很了解他的话 你其实像双云座这种男人 他是希望被需要的 所以如果你 你已经练习不需要他了 你知道吗 这更让他觉得他在 这家里一点重量分量都没有 他一开始讲是他也很需要他 但找不到他 你父母亲在住院的时候 那时候也是让你觉得蛮贼心的一次 他没有去看你的父母亲 他本来态度就是这样子吗 其实也不是 我觉得我们关系急速变化是从2018年开始 2017年 我们就是两三年的事情而已 那之前其实都还有维持 我觉得 礼貌 蛮客气的关系 然后就是 我爸妈年纪也大了身体也不好 2018年他们两个加起来 大概住院超过十次 我先生就是 就是都没有去看过 所以那时候我记得 我搬出来的时候 我爸跑来看我 他就说 因为我之前都没有跟他讲 我拖到最后一刻 因为我觉得我不能不讲了 然后呢 他就说 我就觉得奇怪 我已经两三年没有看到这个女婿 我们住很近耶 他就说 我那时候就觉得奇怪 我也不敢问你 然后 我爸就哭了 他说 我爸八十几岁了 他气贴 他讲话也讲不清楚 他跟我说 姐 你爸爸再活也没有几年 我本来以为你可以幸福 我还要安慰他 我说 爸你放心我一定会努力 我会幸福 我说 我会幸福 你如果知道我前面十年过什么日子 你之前没跟方法讲 你之前没跟方法讲 有大吵过吗 有大吵反而好 是不是 所以 所以你是大 对 一直强调没有沟通到 真的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大吵过 是因为你也很能忍 你也不喜欢吵架吗 而且 就是如果在孩子面前 我不想要让孩子看到 我就会走开 所以你两个连大吵都没有大吵过 其实有真的会好 因为其实像 你不会爆发这么多次 然后这个外遇事件 然后跟你父亲的这个事情 你为什么不会直接就跟他 大声沟通出来 有时候大声反而好 把事情讲清楚 反而是把心理话说出来的感觉 其实你知道吗 我觉得犯错的人 通常都会希望大家给他一条路 就是说你到底希望我怎么做 会很明确 对 你知道吗 就是说有的时候 就是说大家都处于这种 压力锅的状况之下 好像我们都不知道 接下来要怎么样 你会比较舒服 然后或者是说 在可以有的范围内 你希望怎么做 然后当大家都没有这种默契 或这种方式方法的话 就开始逃避了 然后所以就会躲 所以躲了之后就很自然 因为我都在躲你了 那更不可能会去看你爸妈了 而且连 而且连 要对话 要找话讲 都很辛苦 真的 你们协议离婚的时候 刚刚讲的一个这么温柔贴心的男人 他是把你的付卡停了 然后把家里门所换了 这其实已经到很恶劣的一个互动情况 我其实忘记 有一次我跟他提到什么 他就很生气 他就说你搬走 这是公司的房子 我不准你住在这里 我要还给公司 嗯 然后我其实是没有任何资源 那时候 那 我也 我也很有骨气 其实 我也可以继续住啊 可是我不要 就是我不想要 看人家的脸色 嗯 我刚才也在提醒如云 我说是通常对付公堂之后啊 大家就火力全开 有的时候大家都忘记初心是什么了 其实 我把院调解挺开了七次 嗯 他们跟我说没有人开这么多次的 那因为他几乎都没有来嘛 嗯 那他唯一去的那一次 我在法庭里面 我有把我这几年 当然不能据悉迷的说 因为我的律师跟我说 你心里有什么话 你趁这个时候说一说吧 嗯 他说我不希望 他说我很多当事人 在离开之后 满腹的委屈 嗯 有些话始终没说出口 是 他说你就趁这个时候说一说 我说了 然后 后来他就再也没来 调解挺 是 又逃避了 所以他对他很逃避 是 当期待圆满的婚姻 变成一个孤独的婚姻的时候 你到底该怎么办 我们先听报告 我们从新闻上看到 当时你两个小孩被送到新加坡的时候 你是不知情的 怎么会这样子呢 其实 就是因为我先生 他就是在新加坡 完成他的中学学业 所以他一直希望他的两个孩子 是跟他走一样的模式 所以其实在几年前 我们就有讨论过 就是小孩 就是大儿子 大儿子为主 就是他小学毕业之后 送到新加坡去就是读中学这样子 那我那时候去年 我不是四月提离婚吗 然后那时候我以为 因为他们都是一月份开学 应该是今年2020年一月 他们才要去新加坡 可是呢 就是我提完离婚之后 然后小孩六月中毕业 他六月底就决定把他们送出国 那对我来讲很倉促 因为我那时候还在拍八点档 然后也动不了 我也不能陪他们去 然后小孩的住居地 跟小孩念的学校 我都不知道 都是父亲决定的 没有大家一起讨论 没有 所以小孩也是临时被通知 然后要去这边念这个学校 小孩都不会知情 因为通常都是我们决定了什么 对 然后才那个 那当然他们要打包行李之前我知道 可是那时候已经 他们已经差不多要飞了 对 所以听起来是 你跟小孩都是临时被 就是不知道会这么早就要去 就是六月中毕业典礼 六月底就走了 那小孩没有一些反应反弹 这么乖 其实蛮乖的 就是 那你现在有跟小孩联络吗 有 还好现在就是网络很发达 都可以视讯啊 对 通讯息啊 什么的 对 那他们 他们现在对你们两个的关系 实际上我没有跟他们好好聊过 因为我一直在想 我想要跟他们面对面的时候 然后可以拥抱的时候 在跟他们听 我不想要在电话里面 我看不到他的表情 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说 可是我相信他的同学还有什么 多少会跟他讲 而且大的已经三岁 他也会看网络了 对 那 其实那时候我的律师有跟我说 如果你不想要小孩离开 可以申请 就是让他们不要出境 那我那时候我就想 我只想了一个晚上 我说还是让他们走吧 我说因为我以小孩的最大利益 就是他们在台湾念这样的学校 因为我知道他们将来可能 大学学会在国外完成 那其实真的不需要在学校里面 忍受这个升学压力 我看了也很不舍 然后我那时候在想 如果之后 我跟他父亲的事情上了媒体 他也不要这样直接被冲击 至少在那里 然后我是这样想 所以我就跟他说不要我让他们走 就这样了 那时候你大儿子在IG上有写一段文章 其实是坚定你要离婚的意念 他写了什么 就是其实 我一直在想 其实我也可以闭着眼睛 就这样过一辈子 也可以啊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其实很多时候我一直在想 我到底对还是错 当然中间有很痛苦的时候 真的很痛苦 尤其是那种小孩被送走的时候 那一整个月我都没有办法睡觉 因为他们从出生 没有离开过我那么久 然后 然后 今年八月 我看到我儿子在IG上 大儿子 发了一篇文 当场崩溃 他跟我讲说 那篇文是他 他当场 他就讲说 其实在他的成长过程里面是有碎片 然后 是有碎片 是有碎片 他说因为爸爸长毛都不在家 多想妈妈来照顾我们 但是 我那时候看了我就在想 如果我这么努力 维持一个完整 你还觉得有碎片 那也许我这样做不是错 我如果再这样下去 可能我整个人都破碎了 可能再也没有办法完整了 那不如 我好好的 重新建设我自己 等我把我自己变成一个 很大很大的缘 你就看不到那个破碎 你误到原来这个婚姻里头 你觉得你破碎 你孩子也感受到破碎 我没有想到 我真的没有想到 你妈妈看来我很伤心 就是坚持了就是 其实很大的原因是为了孩子 是 你当初其实这个两个孩子 真的为母则强得来不易 你是做了二十多次的人工授业 对 我朋友都说我像疯子一样 我是一个 我只要立下目标 我就会拼命去做的人 即便他们觉得不可思议 不可能完成 然后 就是我那时候 我不是说我想要一个 很完整的家庭 所以那时候我就去看医生 然后我就说我想要赶快生小孩 然后那时候我三 我三十五岁结婚嘛 那时候三十七岁 医生就说何小姐以你的年纪 你其实可以一层一层慢慢试 譬如说我们先从吃排卵药 打排卵针 然后呢慢慢的 然后或者是就是那个打 打精子到你的那个子宫里面 慢慢做 我说不行我要快 我说我想要快一点 那什么成功率最高 因为就是那个排卵药 当然可能只有百分之几 然后可是成功率 后面就会越来越高 可是当然你会越痛苦 他说试管婴儿 成功率最高 百分之三十五 我记得那个时候就这样 然后我就说 好那我就要做试管婴儿 他说你不从一开始试吗 我说不要我要快 因为一年只有十二个机会 就是十二个周期嘛 对 然后呢他就说 好那就是就开始做 然后他跟我说 以你的年纪大概三次会成功 我没有成功一三次 都没有成功 我那时候我问医生 医生都说你就如常生活 就不要提重物就好了 我不理他我就卧床 当我植入之后 我就卧床十四天这样 然后呢就是 就是那个 手指多心切啊 然后就是你只要 下一次MC不要来 就几乎是成功了 所以就每天都在等等待 然后我记得有一次 就是我已经快熬到 第十四天要去抽血检查 看有没有中 我就去超市买东西 没有大包小包 只是去买一个小东西而已 走到一半 MC来了 当场蹲在地上就大哭 然后呢就一路哭回家 后来我的医生就跟我说 你这样心理压力太大 你要不要休息 我说我不要 我要接着做 就这样 我说 我说除非你告诉我 我一直这样做下去 对我的身体有影响 会影响受孕率 我就停 如果没有的话 我就是继续做 他说不会啦 我只是怕你心里承受不起 我说不会我可以的 后来做到第五次的时候 就是有了老大 嗯 然后就很开心啊 我老公那还很开心啊 然后就这样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 因为我跟我妹妹很好 然后我们到现在 我们出门还是二手牵手 感情很好 我就觉得 一个小孩不可以的 他很孤单 以后我们都走了 以后我们都走了 嗯 他至少要有一个 手足 嗯 手足 我就想要 扮他生一个弟弟或妹妹 又回去做 然后呢 做到第二次成功了 然后指数还很漂亮喔 然后那时候 我在想说 可能是双胞胎 就很开心 可是 好几步场 过了几天 开始流血 然后我就问医生 我说医生怎么回事 他说有时候是着床性出血 你不要担心 哇 那血越来越多 就很像MC来 你知道吗 后来呢 就是 就是医生就说 就 每两天帮我抽一次血 那你知道怀孕的妇女 她的血液里面 有一个绒毛指数 叫HCG 她如果那个胚胎是OK的话 她会每天倍数成长 嗯 我的那个 那个数值是有成长 可是她没有倍数 她是很奇怪的 然后医生就怀疑是子宫外孕 嗯 我就跟医生 然后 可是医生也舍不得 我当然更舍不得 我说我们在关子 她说好 结果后来呢 我 就是撑了两个礼拜了 那个 那个指数一直都很奇怪 我的医生说不行 这绝对是子宫外孕 一定要开刀 不然会有生命危险 我还 求她 我说要不要再撑几天 她说不行了 我绝对确定 因为那时候 胚胎很小 那个超音波是照不出来的 后来我们就约在医院里面 就动手术 我记得手术完之后 就是全身麻醉嘛 她就拍拍我的脸 我就醒来 她就跟我说如荫 姐姐咯 是右边的舒染管 我已经处理了 她说你在干嘛 你的舒染管整个都破了 好痛喔 她说你都不会痛吗 超痛的 我不觉得那是痛耶 你太想要小孩了 她问我说 你都不会痛吗 我想不出来 我有什么地方觉得痛 我就 我那次觉得好可惜 好可惜 后来因为这样子 就必须要停嘛 因为要做小月子 后来一结束之后 我又马上开始做 后来做到第五次又成功 可是我这个老二 就是那时候 我有一个 我有很严重的前置胎盘 也是很危险 因为我们是人工的 所以呢 她的着床位置不好 她很接近子宫颈口 所以那时候 医生就开始 她就想说 我要早一个日子 把小孩拿出来 不然我会学崩 所以她又很纠结 医生也很纠结 我也很纠结 她就想说 她不想要让小孩这么早出来 因为最后发育的是 她的呼吸器官跟肺 太早出来她没有长好 所以她也很纠结 所以后来呢 我们就看 就是看好了一个时间 然后就开刀 然后我记得我躺在那个 手术台上的时候 她还问那个护士说 2000cc的血袋背好了没 就是一片就是很紧张 然后就当然 然后小孩生出来之后 她还跟我说 她安慰我 她说如云 以后你这个小孩一定是中宅 她说你知道吗 你不只前置胎盘 很严重 她说她的旗带绕了两圈 她说还好我们这时候 把它拿出来 她说如果她再大 她可能就会 就没了 对 她说刚好我们日子 学得很好 然后就生完小孩之后 有一次我朋友来看我 她就跟我说 如云你医生真好 她一直在你的 就是病房外面 一直走来走去 没有回去 然后后来就是 剖腹完以后 就是还要回医院去复诊 她才跟我说 如云我老实跟你讲 你那个情况真的很严重 她说我接生几千个小孩 不会超过五个 她说呢 她很紧张 然后我就说 她说 所以你就留在病 就是医院不敢走 她说对 很多人产妇 前面都撑过去 后面48小时雪崩 所以她不敢走 这个用命把它生下来的 很不容易 但是你竟然还想要 再生第三个 对 就是 我先生很想要一个女儿 那我大儿子叫Brian 我小儿子叫Bruce 我们连女儿的名字都取好 叫Brenda 可是没有Brenda 就是想要再生一个女儿 然后所以我又回去做 然后做 这次真的五次都没有成功 完全共骨 真的 然后我所谓的二十几次 是因为 就是除了做试管婴儿之外 中间还有一些 冷冻胚胎的植物啊 什么之类的这样 所以煌不乱当加起来大概有二十次吧 哇 辛苦辛苦 然后我做到第五次失败 我打算要再做第六次 那医生求我 她说如云我求求你 你不要再做了 我看得都不忍心了 她说你有两个儿子就好了 已经很好了 停了好不好 如果不是她叫我停 我真的还是会做下去 连医生都看不下去了 不要再这么怕别人下去 这个过程里面 你老公都有好好陪着你吗 几乎都有 所以她的改变是在生完小孩之后 就是我觉得 就是我怀老二的时候 她就比较常不在家 嗯 然后就 然后应酬也很多 也常常出国 嗯 后来就变成一个关系 嗯 就是等于是差不多生完第二胎之后 嗯 那我要问一下 杨伯伟 为什么这个 老公目睹太太是这么的艰辛万苦 是 对 这个生出了两个儿子 对 就在生完这两胎之后 出现了一个剧烈变化 OK 但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是 夫妻关系有了孩子之后 我不知道先生是不是有的时候会觉得说 当然她一方面行程太太辛苦 但是 好像她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太太心力都在孩子的身上 嗯 而她也有点无法调适那种 就是说 也许得 她得到太太的关注也都变少了 对 所以她无法去调适那种落差 她也不太会表达这件事情 嗯 她就自己想了其他的方法去填补那样的失落跟落差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孩子出生是 其实 当然那是对一个家庭来说一个新的希望跟盼望出来 但是 有的时候那个关系也很微妙 常常会造成夫妻之间的某些关系 那动力的一种转变 对 这个女人真难为 这该怎么办 生小孩这么辛苦 自己已经很虚弱了 还要再更体贴地对待对方 因为对方可能 你刚刚讲这样会有落差 冰箱也是这样想 所以女生该怎么做 不是 所以你要选对人吗 回到源头根本说是选对人 所以你今天 有的时候我觉得她老公就是太顺利了 常常都是要一个摔一个娇 或摔一个大娇的时候 你发现不离不弃的 还是老婆在旁边 这时候才会有个转机 可是他们在他们的婚姻里面 缺乏一些转机 我们先进广告 好 其实之前呢 这个如荫不得来的婚姻 做蛮辛苦的 我在婆家这边 你因为之前出来拍戏 婆家没有那么的赞成 所以后来你把夕月都推掉了 那我们是看报导说 你为了家庭放弃事业 就连私房钱也没有 17年来 没有办法自己有存私房钱吗 就是 我婆家其实是很传统很低调的 然后他们也不希望媳妇在外面抛头露面 那我接受这个说法 那我会做的也只有这个 所以其实就是后来 那后来生了小孩 那我大儿子其实小时候身体非常不好 我照顾他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跟精力 所以其实就是没有办法存私房钱 完全没有办法 所以这一次打这个官司 对方好像是请了大阵仗七个律师 七个 你是一个律师吗 我觉得一个家庭里面 妈妈非常重要 妈妈是主心骨 那所以我认为母亲的教育非常重要 那我妈妈的教育让我跟我妹妹非常有爱 那我妹妹那时候没有跟我交 她偷偷地把她的房子要去抵押 她就说 姐 我怕你担心你没有钱 如果要 我这里有 我妹子是一个上班族 那房子是她的所有 所以 我就觉得 就是我有 有家人真好 而且你的爸爸也支持你 你搬出来就跟爸爸讲 我觉得我都白担心了 因为我为了小孩 为了家人 我一直这样什么都不讲 什么都不讲 其实我心里承受很大的压力 可是其实你说出来 他们爱你 对 他怎么会不谅解你呢 他就是希望你幸福啊 你做什么决定都支持你 你看妹妹是行动喔 哇 我觉得这个妹妹实在太棒了 好高 对 他很希望为你分担这些事情 那因为他是金牛座 非常不善言词 而且你知道金牛座 金牛座平常应该很节省的耶 是不是 还可以 他是大加分 对 好难得喔 和妹妹你太棒了喔 那你现在又重回演艺圈拍戏 跟过去的生活又差别很多 勇敢的女人的时候 真的是被环境逼出来 你现在自己心境上有什么样的转变 其实可以回到一个我很熟悉的环境 然后其实我觉得没有把我以前打下的基础整个丢掉 我怎么样也没有想到我以前这么努力打下来的基础 现在我有开创了另外一片天 对 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事情 我还是一样那句话 很多事情我们就努力学绑在自己身上 真的人家永远拿不走的 还有人讲说你要离婚为什么不十年前离啊 那时候你更年轻貌美 为什么要选现在 可是当然我有我的考量 我如果十年前就离开 我孩子还很小 我怎么有办法跟他们有这一段回忆呢 我觉得太值得了 我一点都没有想过 就是我早几年走 我可以得到更好的未来 或是也许有一个很好的归宿 我没有这样想过 所以我那时候认为 我那时候提出我想离婚的要求是最好的时机点 因为小孩要离开台湾 对 那当然这一段路很痛苦 可是我朋友就安慰我啊 他就说 黎明前的路是最黑暗 只要你能走过去 你就可以看到日出 人生就大大的成长不一样了 问一下两位专家 如果碰到一个你自己真的感觉 不管在别人眼里是多么的美好的婚姻 自己觉得不合脚了 就应该要放下吗 我觉得人真的不能太压抑太痛苦 太 因为人生有多长我们也不知道 就在这一段时间 每一天都很珍贵 但你每一天都在痛苦里面活的话 那绝对是错误的 对 我刚听卢明学分享 就想到一部电影叫《爱的万物论》 就是那个是讲英国一个天文物理学家 Hokey跟他太太的故事 他们也是结婚十多年 然后 因为霍金本身 他其实就是 是个尖动症的患者 他都要太太照顾 照顾了十几年之后 他的先生竟然有外遇 之后就跟他分手 那分手的时候 他就跟他先生讲了一句话说 他说I always love you 我一直都爱着你 But I did my best 但是我已经尽力了 对 那我觉得之后 我觉得那句话是让他自己 后来好像终于可以放下这段婚姻的 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说 我知道我是安妮 但是我都已经尽力了 而我尽力得到这个结果 我也不需要再苛责我自己什么了 那我珍惜我过去所有的付出跟努力 那我为我的感情负责 这是我想要的人生 好 我真的觉得人生最贵的是时间 所以就做一个 你觉得自己最好的一个决定 你开心孩子就开心 你心里觉得圆满了 孩子也会觉得这个生活是圆满的 祝福你们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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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